最近的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让全球惊叹不已 他写道我们进入21世纪还不到20年 但西方已经给中国送上了三份大礼 而且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送第四次大礼 更直言特朗普本人就是西方送给中国最大的礼物 为什么西方媒体如此的感慨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公众号牛弹琴表示 奇闻共欣赏 他也要来读一读 西方媒体说的第一份大礼是2003年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为推翻萨达姆政权 美国依造了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武器的证据 结果却让自己和盟友深陷战争泥潭 直接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 所以西方媒体评论 在中国的观看下 西方挥霍了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二份大礼来自2008年金融危机 用金融时报的话说 这场危机戳穿了西方中产阶级越来越富有的神话 很多人说金融危机后是全球经济衰退 但事实上只是大西洋的衰退 就在西方削减发展贷款时 中国填补了这个缺口 然后则是中国一带一路登场 并受到世界广泛欢迎 第三份大礼被认为是西方民粹主义让世道变了 英国退后特朗普当总统 意大利政府改选反欧盟主义获胜 西方飞出越来越多的黑天鹅 西方媒体表示 人们对西方制度的信任一直在下降 尤其是最近全球民调 中国领导人支持率高于美国人 这是有记录以来第一次 眼下特朗普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又得罪了一众美国盟友 被西方媒体认为这是特朗普在给中国送的第四份大礼 当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积极当群主时 美国却在退群退群又退群 金融时报评价 美国的优势在于其联盟的力量 特朗普越是削弱盟友 中国就越容易走向全球中心舞台 连纽约时报专栏文章都感叹 原来特朗普你是中国的卧底